HELLO 聊四季天梯龍骨心 大家好 我是LELLO 今天要來看不列顛人對上馬薩爾人 這場比賽也是天梯的幽靈虎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幽靈虎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中間有大量的羊 在前期不列顛人可以利用這些野生的綿芽 讓自己的經濟再更好一點 所以一開始不列顛人 肉馬是肯定要先去外面 探個一波 先把這些綿芽帶回家 好好的 好好的養他們 養一養就可以吃了 養肉乳 這個不列顛也太衰了吧 他走的路徑完全沒有綿芽 剛好都略過了綿芽的位置 綿芽大概有12隻左右 一人可能三坨之類的 看起來不列顛是衰到爆了 目前馬薩爾人這邊是吃到三頭綿芽 總共多了600肉出來 好那我們先來回頭介紹一下 不列顛人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的工兵的射程是最遠的 但是他射程加成是從城堡時代開始 那他的城鎮中心 擁有這個木頭半價的一個優惠 那後期的不列顛人 主要是打這個 槍兵配上長弓做一個主力 後期的戰狼巨型投石機 也可以當成火炮來使用 因為準度夠準 而且射程也夠遠 而且還有這個落彈的範圍傷害 所以不列顛人很適合 使用這個戰狼科技的巨型投石機 進行反制對方巨頭 傳寶火炮 都是相當適合的 甚至整群的工兵 也是很適合拿來用的 好接下來介紹一下馬薩爾人 馬薩爾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免費的鍛造技術 還有這個三級攻二級攻都有 那後期的馬薩爾人 主要是打這個寶兵 還有這個反驅攻為主的單位 那反驅攻 是可以讓自己的重型馬攻 傷害加1 射程也加1 那馬薩爾標騎兵 是擁有血量105滴的體質的弱馬 點下銀罐技術之後 就不需要再消耗黃金了 而且馬薩爾標騎兵 打工程器傷害是特別高的 所以馬薩爾人 他的馬薩爾標騎兵 是很適合打這個 不列顛戰狼科技 這個劇情頭實際 差的速度特別快 不列顛防守的話 勢必要轉出槍兵 才能擋得住 那以射程來說 馬薩爾人的馬攻 雖然有射程加成 但還是沒有辦法 跟不列顛的射程相比 畢竟他的射程是8點 不列顛是12點 整整多了4點的射程 那造價來說 也是馬薩爾人的馬攻 比較貴一點 所以這場比賽 算是需要看 兩邊有沒有重大失誤 才會決定遊戲的勝負 那我們先來看 這張地圖的配置 配置方面 其實跟打阿拉伯 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樣有兩頭豬 然後也有果子 然後資源分佈 跟阿拉伯其實很相似 就是黃金都是差不多的 眼界部分也是有一個野金 然後還有這個生物啊 什麼都有 就差別就是開局的這個綿藥 要去哪而已 那魚的部分呢 中間這個不太會有人去吃 就是要用這個村民去撈魚 其實有點偏困難 所以中間的魚可以直接無視 沒關係 然後直接把它當成阿拉伯打 就可以了 那這張地圖也是 世紀力國決定版 剛出來的時候 2019年那時候 我最喜歡的第二張地圖 阿拉伯之外 就是幽靈虎了 然後再來是黑森林 以前大概就喜歡打這三張地圖 然後再來是競技場 這邊看到是不列顛人 果然是打了棒棒開局 我們頻道一直在講 這個不列顛人 其實開局很適合打棒棒 最近綿羊吃的夠快 這個肉類給的夠多 但他這邊打的棒棒開局 也不是到非常極限的 所以還是被對方 我直接會圍了起來 因為通常夠極限的棒棒的話 他大概是在18匹點鋒劍的話 可以到對方家裡 但這邊賣了大概快一分鐘 甚至快兩分鐘 所以棒棒打不到任何東西 是正常的 那這邊打不到東西 看要不要直接敲牧場 去逼對方村民來修一下 錯一下對方村民蓋建築的時間 欸你 不用打了 沒事了 大家可以回家了 棒棒可以去當眼睛用了 好 那這邊肉麻繼續繞一下 把這個地圖探明 看有什麼資源可以用 那這張地圖很像以前的阿拉伯的原因 是因為以前的阿拉伯 就會像這樣子 就是樹木很多 你要直接圍死黑跳層 是很容易的 但是現在的阿拉伯 大家也知道 這個木頭非常鬆散 很容易就被對方打的盡 甚至你要圍死是很困難的 所以也可以說是說阿拉伯 是平衡性最好的一張地圖 所以所有的世界高手 都是打阿拉伯為主 然後這裡有個四季節 把這個樹給圍起來 避免對方拉松民把這個樹給砍掉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木頭給delete掉走進來了 那馬扎爾呢 這邊是打了一個劍塔快攻 四村的 四村版本 不是五村的 好 不列典補下了 織布技術 這張地圖 拿這個劍塔快攻 是主要防止對方黑跳層成功 那這邊不列典黑跳層 也應該是要成功了 看起來問題不大 這邊果子大會可以不吃 黃金大會再補下 好 黑跳層上去 馬扎爾呢 這邊則是打了肉馬開局 不過兩隻肉馬 攻擊是5加1的傷害 槍兵跟村民都在前面 那這邊異攻的關係 連槍兵都會加一點傷害 好不列典這裡開始挖石頭 八人挖石 看看還是要打城堡實在的長攻兵了 好 左邊的伐木場 點罷了一級伐木 單一級農田還沒有補 這個時間點喔 我會比較建議先點這個一級挖金喔 或者是 一級農 我覺得這個時候也是要點 單一級挖金這手補其實也蠻好的 因為待會上城堡時代 你的冰種大部分都是吃黃金的 這裡點一級挖金喔 會避免你忘記點這個一級挖金 造成你的後期獲取黃金速度太慢的一個問題 好 這邊城堡可能會蓋在這個城門位置 直接扛一下 後面這裡圍一下 OK 好 那這裡的好處就可以阻止對方的箭塔 繼續射擊 就可以直接拆掉 這根 這兩片田還可以拿回來繼續種 就不會那麼虧了 這邊弱馬繼續偵查一下 那高手我們一開始的這隻弱馬 都會一直去偵查 那有偵查的一個方式來說 就不會玩得這麼緊張 我就不知道 就不會不知道巨方在幹嘛 其實我發現 許多新玩家 他們對於這個偵查方式 並不太了解 他們會覺得第一隻的弱馬 是戰鬥單位 那當來說他是戰鬥單位沒錯 但更多的是 要用這隻弱馬 去獲得 敵方資訊 更是重要一點的 畢竟拿來當成戰鬥單位來說的話 拿他偵查 進行反制 會更好一點 那馬扎人這邊是 點了城堡實在之後 補下一擊挖金 正常的升級方式 這邊看到捕獵點 補了長工兵出來 而且補到了九人挖金 右邊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然後來把這塊黃金給拿回來 來 目前兩邊城堡實在都up上去 補列電視走一個正常的開農路線 雙TC開農 按了大概快要六隻的長工兵 馬扎人補下了 惡農惡木 那馬扎人打純農路線的話 應該是很難農得贏 不列顛人了 在前方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看起來是能蓋好 這邊要按什麼的奴炮嗎 按的是投石車喔 但沒有想到目前沒有軍事上的優勢 還補了一個投石車 完全不怕對方的肉碼解掉 他自己也補了一些騎士過來 哇 肉碼沒有空 好 投石車出來 雜役發 中了 第二發 插邊球 好 這邊看一下長弓怎麼秀 長弓四方來到了十隻 點下二級色 那我們可以看到高手的細節 都是確認對方打什麼東西 才去升級自己的工坊 才知道自己該先升什麼 比較重要要中了 哇 差一點 拿了一隻生女到了前線 待會可以招搶敵方的騎士 也可以幫這些長弓兵 進行補血 長弓兵 小心點 看起來有二級色 打投石車的話 射成優勢是一點 先射村民 OK 投石車吃到了一發 這裡沒有空好 好 射掉 好 止損失了一隻長弓 相當能接受這個結果 好 騎士往後拉 三隻肉碼稍微繞一下 後面補了一個修道院 準備雙TC開農 第三個城鎮中心 稍微思考一下 好像可以放這裡 這裡有這個 這個算附金嗎 應該是附金 他的野金在這 野石也在這裡 那這張地圖來說 會比一般阿拉伯的支援 更少一點點 這個黃金跟石頭的部分 野金野石都是各一塊而已 那為什麼感覺會那麼少 最主要是因為 你在打阿拉伯的話 有可能是吃到對方的野金或野石 那這張地圖的分佈支援 是相當明確的 就是你的野金就是你的 你的野石就是你的 就是很明顯都是在你的領地範圍內 那這張地圖呢 要去偷對方的黃金 是要打偏強軍事一點 才有可能挖得到的 而且中間這個地區 是不能蓋任何建築物的 所以 大部分的打法 還是變成左右兩邊 開攻 雙線進攻的路線 會比較常見一點 那目前馬扎爾人 這邊有這個騎士的機動性 在那邊偷偷打這些老頭 去阻止對手去撿生物 他自己也是開始撿起了生物 但不裂點 好像可以先撿到 好 看到這邊 常攻兵過來 偷車轉了一方 下面兩台偷車 炸掉了兩隻 總共四隻 再炸一發 我要只炸到一隻車 不是聰明 一隻長弓 嗚~~ 又中了一發 最終大概被收掉了 七隻長弓左右 看起來馬扎爾這邊是 更虧一點的 兩台頭石車 也要260黃金了 也不便宜了 那馬扎爾爾人 可能還是要繼續給對方壓力 不能讓對方過得太爽 最近傳龍的話 他是沒有優勢的 但他這邊點二人龍 二人木手推車也點下了 經濟先走到一個最好 然後再繼續出兵 給對方壓力 那伯利店這邊看起來 是想來蓋寶 騎士有掌握到對方的意圖 家裡要趕快補一個 攻城西之奧所 馬舟也要補嗎 補些騎士 對騎士要趕快繼續補 好 正前方先補了一個 瞭望塔 避免對方來插城堡 好 那看來只能插這個位置咯 這裡按投石車 好 投石車趕快按 好 這個就是對手的偵察 只要我偵察到要反制的話 就不會太困難 人家過來插寶 就插一根劍塔 然後馬上補一個攻城西之奧所 裡面按一台投石車 然後待會他敢蓋在你臉上的話 投石車就出去 去砸他的長弓 或砸他的村民 好 這裡直接用村民手撕箭塔的關係 省失掉了一些村民數量 後面的城鎮中心 還是可以進行反擊了 那現在這樣村民樹這麼少 只剩下五寸的情況下 應該會有點危險了 如果是我的話我就不會想要蓋了 這我可能就原地回家 原地返回 可能這時候緊急止損 還有機會 這邊看起來不列顛人 還是想蓋 當然他是蓋在右邊的位置 這個位置就比較尷尬一點了 射不到對方城鎮中心 效果就會大打折扣了 OK 砸老頭沒砸到 這個老頭會Discord走位 插邊球 擊殺到了一些 長弓又兩一番 完了 貪心 這就是貪念 剛剛要是原地回頭 即使停損 是不是就沒事了 哇這一波 不列顛損失慘重 八村全部被收掉 長弓那一坨也沒了 好回頭開農 那不列顛這邊經濟稍微損失到了一些 待會可能要再回農一下才能繼續打 好慘 這個長弓居然被投爛 好後面兩隻老頭遭翔 騎士拉回來 要拉回來 不要遭翔沒空 送掉不太好 好那這裡補下第三個城鎮中心 好這邊護駕一下老頭 好 還沒有撿聖物有機會遭翔到嗎 差一點點 那目前不列顛已經有彈道血的關係了 城堡跟長弓射得非常準 這可能會再死一隻嗎 這只射了一點點血量 OK 所以把這個聖物搬回來了 那不列顛的聖物呢 總共是拿到了四個聖物 馬扎爾人 這邊應該是一個 原來阿卜跟幽靈虎都是五聖物 好 下方補了一個哨戰 看一下 想要偷看一下城裡的狀況 城裡的狀況 這裡並沒有辦法看到更多的資訊 那馬扎爾人這邊是想要知道 對方是開幾個城鎮中心 那目前他椅子是雙TC 那第一箱TC到底有沒有開 他也不知道 能或許可以資訊 多多少少可以讓後面的戰術擬定 有一些幫助 所以我也會比較建議 大家去玩四季帝國的時候 無聊的時候 拿一隻村民 到處插哨戰 去探一下圖 投石車是不是有點準阿 怎麼一直用投車 砸掉一堆長弓的感覺 高手的投石車 跟我的投石車 好像不太一樣 這個投石車砸了12隻的單位阿 一隻村民 11隻的長弓 太狠 好 馬扎爾這邊點一下帝龍時代 兩邊準備打一個帝王 大戰 好 兩邊 對戰 要他回去嗎 可能會跑不停長弓喔 回頭打一下 來不及 好 村子趕快拿走 可能要死了 柳蛋繞雪的長弓 是非常難纏的 不好解 老頭 倒地 哇 賺了 這波賺了 好 這時候補下一些槍兵 好 打長弓兵就是要補槍兵阿 不能要幹嘛 對不對 如果是插邊球 全部的長弓都殘血 再一發兩發全吃 我的天 好 縱射掉剩下的投石車了 好 這裡有槍兵幫忙助陣 應該是能戳掉這些騎士 好 剩到帝王時代的不列電人 剪下了城堡 還有三級色化學跟兵技術 前面這裡可以先採巨騎投石機 後面長弓集結點 直接集結在這裡就行了 好 瑪莎這邊要轉遊俠 但轉遊俠的話 會被槍兵給克制住 那現在轉巨型投石機出來 是想要拆城堡 那不列電人在城堡 帝王時代初期 是沒有辦法去點戰狼的 畢竟這個長弓兵精銳化學三級色 耗費的黃金數量非常多 戰死了 瑪莎人的巨型投石機 還可以反擊不列電的巨頭 好 這邊直接從中間BD一下 少量單位去騷擾補兵的路線 後面補了更多村民往前 這個集結點是不是沒有設好 村民的集結點走到了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好 左邊新開了一個城鎮中心 對爪寶 收村 一村都沒有死 這邊村民拉了更多往右走 想要蓋寶 但是對方 馬扎爾人已經蓋一根寶在這個位置 這裡要撤退了村民 槍兵想要偷幾村 哇 射掉了幾村還不錯 目前村民處還是不列煙 這邊目前領先 好 馬扎爾默默補出了戰毛兵 上放城堡已經被拆解掉了 3巨頭高打滴 增傷效果 害得有夠神速 右方這根石頭趕快去歪一挖 現在不列電也缺一點石頭 才在下另一棟城堡 好 馬扎爾補下了更多的戰毛兵 那馬扎爾的戰毛兵也是很好用 三攻三防也有 正常的戰毛 後續可能還是要配點 一些黃金兵比較好 例如反驅攻 馬攻 或是遊俠 作為主力會更好 不然直接打這個馬扎爾標騎兵也行 那馬扎爾現在是先把 弓兵系的科技點一點了 彈道學點好了 其實馬扎爾這邊假的實力很厲害 大家不要覺得馬扎爾好像一直被打 但其實他防守沒什麼太大問題 而且都有第一時間去反制對方的戰術 反正是不列電這邊一直在送長弓 長弓數量一直沒有被堆疊起來的感覺 數量一直沒有到非常誇張的數量 20幾隻而已 沒有到四五六十隻 那馬扎爾這邊防守蠻冷靜的 先用戰毛兵擋下 補下了化學 不列電補下了三級工兵鎧 三人伐木也點了 好 藍具群頭7 正面反制 當然這時候的不列電也還沒有戰狼科技喔 所以馬扎爾呢 先用巨頭反制應該還可以 並不會是個太差的決定 當然長弓隊戰毛 貼到了喔 這邊長弓數量開始消減 這樣我便我覺得可以繼續換 但是他不想要把所有數量損失掉 所以決定還是往後拉 好 這邊馬扎爾再點化學 OK巨頭反制回去 三台巨型投資機 打掉了不列電的巨型投資機 這一台應該還沒有想要逃了 有機會嗎 還是被砸掉了 不列電這邊節節退敗 每次進攻 每次都被馬扎爾給擋了下來 好 下方補了一根城堡 但這根城堡 什麼東西都碰不到 只能碰一片墓區 好 那是要看到下方的城堡 要不要再拿巨頭呢 我們兩邊長弓加戰毛繼續對直 那這個情況喔 其實長弓兵很適合去補下 戰狼啊或者是肉馬的升級 畢竟不列電的肉馬 輕騎兵有三級馬卡 戰毛兵怎麼打都是一滴血 然後用弱馬去進行反制 或是轉出中型投資車 都是打馬扎爾的這套打法會比較適合 但轉中頭的話 要特別小心對方的馬扎爾標騎兵 差的速度特別快 畢竟長弓兵是沒有拇指環 射擊速度比較慢 如果遇到大量標騎兵 還是很難保得住自己的投資車 或是巨型投資機的 轉點槍兵跟肉馬 可能會更適合一點 比較容易擋得住 對方那種衝鋒型的打法 馬扎爾補下龍子環 現在有弓兵的射速優勢 但戰毛兵是不會增加弓速的 但是可以增加他的準度 對於鼓動單位增加100%命中率 這邊有戰狼科技 反擊後方巨型投資機 長弓兵在前線直接硬扛 後面村民有在修理巨型投資機 巨頭直接砸前方的戰毛 直接死了一片 哇 戰狼直接當火炮用 就是這麼的噁心啊 好痛 後方的長弓兵數量越來越少 這裡還在繼續往前推 長弓被戰毛追著跑 OK 點下了一貫技術 大家會標騎兵啊 馬扎爾標騎兵 就不需要黃金了 全部只需要弱 105滴血的弱馬 而且攻擊力10加4喔 那在上一次我們的馬扎爾影片中 不小心把這個馬扎爾標騎兵的3號 打說成3下一隻村民了 應該是高打低喔 才會3下一隻 那他跟正常大弱馬一樣 也是要4到才可以堪死一隻村民了 好 這邊看到青騎兵轉了出來 他也知道這邊轉青騎兵 要去打對方的戰毛 那馬扎爾直接鬼轉一波垃圾大軍 弱馬配上戰毛兵 黃金的部份先省下來 待會看要轉馬 反驅弓 馬弓 或者是轉遊俠都可以 先看一下不列典在哪個方面 投資更多一點喔 那我是覺得馬扎爾人喔 還是需要 屬於自己一個阻力會比較好 所以我是覺得轉馬弓會比較好一點 永俠的部份 他也容易被槍兵給克制住 而且自己就已經有馬扎爾標騎兵了 當做這個前排的阻力了 那後面呢 需要一些馬弓單位去射這個槍兵 會更好一點 畢竟有安協人戰術 射槍兵速度會更快一些 而且有這個高遠防的馬弓 轉重裝馬弓 配戰毛兵 跟這個馬扎爾標騎兵 是不錯的決定 這裡補下了重裝馬弓 跟反驅弓 後方的弱馬被逼到了絕境 被出了一波 只剩下少量的五隻 還六隻 六隻而已 正面轉出了弱馬 三級馬鎧在等 現在沒有三級馬鎧 戰毛兵還可以回打一下弱馬 還會掉一些血量 但在十秒鐘 三級馬鎧就要好了 三級馬鎧好了 戰毛兵 這裡不用打弱馬了 弱馬怎麼打都是一滴 非常厲害 還好後方重裝馬弓已經升級好了 反驅弓一點下 攻擊力來到了7加5 12點傷害啊 這個傷害跟蒙古圖技是一樣的 雖然比蒙古圖技射得更慢一點 但是至少射程喔 比蒙古圖技還會再更遠 這就是馬鎧的馬功喔 不管是要馬爆遊俠 或是馬功 爆馬功 或是打這個大洛馬 他都有一定的優勢喔 所以我覺得馬鎧一直都是一個不落的文明 跟其他文明比起來喔 他的打法還算多變喔 雖然沒有火炮 稍微可惜了一點 火防這裡解掉 馬鎧的標騎兵瞬間解掉了三台 巨型投司機 槍兵這裡沒有辦法即時守住 但至少把對方的標騎兵全部打掉了 常攻兵現在在高低機器防守 這邊常攻擊殺到27隻的單位 這裡鼓下兩個工程器製造所 那要轉衝車嗎 轉衝車工程 那馬鎧這邊轉衝車的話 優勢點喔 就是讓對方常攻會自己去射 這個沖車 可以吸引一點傷害喔 讓對方難解這個沖車的工程效果 然後再搭配後方的戰毛兵 沖車 返曲弓馬鎧標騎兵 這裡系列的combo 讓不列兵會非常難打 好 常攻數量只剩下少量的幾隻 看起來快要正面倒地 後面的洛馬趕快補 常攻兵也在補 但是 不列典的黃金只剩下1000塊 馬鎧這邊更少 只剩下100黃金 好 馬鎧標騎兵直接上去運出 後面有反群共在射村民 後面4台巨型投石機 還在進行攻擊 城堡一建好就要馬上被拆除了 不列典 這邊打法還是走弱馬 加上槍兵 常攻的路線 這個組合打法偏難打 畢竟自己的弱馬 是會被對方的馬鎧標騎兵給克制的 而且還沒有品種 血量上就快要輸了一倍啊 60對上105 整整少了45滴血 太慘了 不列典 好 這邊不列典打出了GG 這場比賽我覺得馬鎧的人 打這個長攻壓制 防守防得非常好 後期轉出了馬鎧標騎兵 再接續後期的反驅共 一整系列打法 是很適合馬鎧玩家的一個參考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不列典人拿到了這個資源上的勝利 果不其然 他的這個經濟優勢 還是領先於馬鎧的 完全零經濟加成的文明 而且他擁有4勝物 多了3000多的黃金可以使用 但最後還是打出了比賽 那軍事方面呢 則是馬鎧拿到1.59的KD 這個KD值就很不正常 通常都是不列典的長攻兵 KD值非常高 一隻長攻可以設施兩隻單位之類的 但這邊只有0.63 就知道馬鎧這邊戰毛兵 給不列典多大的一個傷害 前期的長攻做不到任何事情 頭實測也是砸掉一堆長攻 所以才會有這種慘烈的KD值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